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累积你财富扎根的能量 让大家用水晶术教大家有一种三财一生的感觉 什么三财呢 第一个我们什么三财就是天 人 地 那水晶当中代表天的颜色就是白水晶 白水晶是属于天的颜色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今天常常觉得自己赚钱的机会比较少 感觉自己的福德累积不够 有些像王兰儿或是立东 可能他们比较有人气 所以可能会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那倘若你觉得你自己赚钱机会很少 或者是有一个机会赚钱了 但是又被劫财劫走了 这个机会就是稍纵即逝的 那你就可以在财位上面摆一个有白水晶做成的招财树 那白水晶本身是求名利 让你的名声可以更加的旺盛 或是你的财位上面有很多的风水煞气的话 白水晶也是可以趋还那个煞气的 所以我们叫代表天的树 天树 那代表地的树是什么呢 天 地 人 地就是黄水晶 它每个都可以把它立起来 你可以把它展开 可以把它展开 展开它就会开枝善叶 看起来超鲜活的 没错 那代表地的树就是黄水晶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招财 那黄水晶代表财富的能量 那黄水晶适合什么样的人去使用呢 例如说你很会赚钱 但是你就是守不住钱的 就是左进右出行的 或者是你常常需要对钱的需求量很大 要招财的 那黄水晶叫地库象征 叫天库代表地库 所以如果你想要招财守财的话 你就用黄水晶来去做搭配使用 可以帮助我们钱财入库的意思 这漂亮 放在我们进门的45度角 或是玄关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代表人库的是什么呢 人就是这个 我们人卖通钱卖嘛 如果你是做业务的 或是说你需要跟大众接触的 那你可以用人 就是代表紫色 其实粉红色也是可以 但粉红色呢 比较偏属于感情方面的 那紫水晶呢 代表正元桃花 代表一个贵人 所以你可以用紫水晶 事业贵人 对 事业贵人 你可以把它用紫水晶呢 编成一个 这一个招财术 那这个代表就是说 人卖通钱卖的象征 所以我们常讲 三财一生呢 这三款就是有 天库 地库跟人库